最后留灯的7号有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跟男嘉宾说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 你一开始说了很多 有关银杏的故事 我们那儿有一颗百年银杏 所以我觉得提到银杏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俩好像是有缘分 首先我们也都是功课生 我觉得可能我对你的一些 工作上会有更多的理解 所以我想为我自己争取一下 为我自己争取一下 谢谢 我也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可能男生不一定太了解他 他是学生物制药专业本科 然后硕士毕与香港城市大学 现在在上海做药企的管培生 所以确实也算是功课的范畴 来看一下制推是 好 接下来是袁伟康的制推女生 你的制推女生是 14号 第五号 梅瑞盈 男生温文尔雅 乐观积极 善良有责任心 感情中温柔体贴 炙热浪漫 女生随和温暖有爱心 做事行动力强 对待感情谨慎 在意对方的关注度和诚意度 男生的温和友爱 积极上镜 很吸引女生 女生的单纯可爱 温柔坦诚 特别打动男生 两个人在一起会是非常和谐 并且又浪漫的一对 供两位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有没有就是一直想做 但是没有实现的事情 7号 我想去马尔代夫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有一种 它虽然有很大的毒性 但是你只要把它的刺剪掉之后 把它的肉做成刺之后 会非常的鲜美 比萨卫鱼好吃很多胃 我一直想着说 这样一个探险的事 有没有人愿意会去陪我完成 14号 我一直想去尝试一次跳伞 因为我之前坐过一次过山车 然后很恐惧 但是我尝试了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新奇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敢尝试那个跳伞 所以我想去尝试一次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14号 有可能会拒绝你自己回去 可以牵手7号走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14号 有可能会拒绝你自己回去 可以牵手7号走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你的决定是 我想选14号 我想选14号 好 男嘉宾 是这样 因为可能我比较心动的男生是那种会就是主动表达自己情绪 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嘛 就是假如我有情绪的话我可能会直接说 可能我平时也比较大大咧咧吧 看我的性格 就是我可能不会太能捕捉到对方那种就是细微的那种的情绪 所以 明白了 好可惜 好可惜 谢谢 来 再见 坚持选择 我今年27岁 目前在南京工作 我是一个慢热 生活风趣的人 我希望找到一个温柔善良 有责任心有爱心的女孩子 如果大家对我有兴趣就来联系我吧 她在台上说过她希望女生主动地来察觉她的不愉快 来主动地问她 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会让女生觉得很累 突然她不高兴了我还得去问你怎么了 就觉得在情绪上她不能够完全独立自控 我只是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时代 在大家心里情绪价值已经重要到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在想这个特点好像在不同性别当中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我在想如果刚才一模一样的表达 如果我们性转一下的话 女生会说我有时候如果有不开心 我可能不会讲出来 但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来懂我 来发现我 来主动找到 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舆论场中 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就是我觉得男生女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有不高兴 一刹那你沉默一下 你反映一下 理一下是什么原因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跟对方表达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处理的方式 但是像她那样就是如果要被动的话 就会让对方觉得有点心累 最后一刹想要消失了 让她打开